首先呢超人气的青少年组合 TF Voice光临光线传媒大本营 然后出席了少年中国强的发布会 并且为节目拍摄了宣传片 你说这些呢都是主要内容 但是我们还要来说一下中心思想 这次TF Voice呢 作为少年中国强的代言人 可以说他们从自己的身上非常好的 全方位的诠释了各种强 比如唱歌强 跳舞强 长的强 我觉得我本人除了年纪比他们强一点之外 也没有什么优势了吧 对对对 其实我也听出来了 你是真心觉得他们很强 可是没有必要这么作践自己 真的 其实也没有了 周云 我只是想通过黑自己 吸点他们的粉而已 就知道你是这么肤浅的 我很势力啊 这样不闹了 看一下我们的跟踪报道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TF Voice 杨千禧 大家好 我是TF Voice 王俊凯 今天早上几天起程床 7点吧 6点多 6点多 本来应该是7点起来 然后他定早了那种 就有一天就要化妆了 会不会担心皮肤没有随 我会长心小痘痘 现场下来现场化妆会不会觉得很烦 有一天天 有一点压 因为很麻烦 有一次太累了 然后睡着了 然后第二天起来就发现脸上 完全是好紧 很想去抠全个脸 那你现在情绪比较闷 是不是也是一次在化妆 从化妆到睡觉到灯牌 什么时候就把这些 不高兴就成了 抽到完了 画完整就好了 好吧 那不化了 好 那你们私下来在说什么 什么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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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哪什么游戏啊 不玩 MBA 对 谁老的 对 他们 对 来看 为什么没有毛绵 毛绵打也不敢 好 你笑 打得不好 平时我和他们说游戏 然后他们都不理我 你看 因为我比他们等级高 然后他们就比他们等级高 我一提游戏 他们就说 你走开走开 不和你玩 就是那一个游戏 它比我们等级高 但是玩其他游戏的时候 就是什么跑酷 NBA 就是 就是他听不懂我们说了 我现在看你 我觉得你头上镜了 你的脸很小 有没有人怕 没有 我本来就很上镜 那你觉得就是之前就问我 可是他是挺帅的 你觉得他帅还是你帅的 他说我帅 trafficking 你虽然 Obama 还是会有一些 看看啊 还是自己 Into That 在看到你微笑的那一秒 我暴电的心跳 就 случ 悄悄的发酵 温暖像突如其来的风暴 成长的我忘了给你拥抱 Let's go Listen to my heart TFBOYS 有请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来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大家好 我是TFBOYS王俊凯 大家好 我是王源 大家好 我是易烊千玺 大家好 我是JoJo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TFBOYS 大家好 中国 中国娱乐的观众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中国娱乐报道的观众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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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很显然就是因为上次你没来 这是我的采访 所以说你落后了 一下子就跟不上节奏了 中国娱乐报道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今天我听到你们的开场曲 我也很喜欢 Listen to my heart Show me love baby 两个月不见了 听起来的感觉功力有没有增强 跳舞然后各方面都有提到 我是说我 有 你呢 有啊 就是听着更顺耳了 那第一次听到的小凯呢 唱歌音 不错 就是 是 你好勉强 有一个我自己先说出来 所以说是很噁吗 没有啊 是他自己就单方面想想的 三位其实觉得自己为什么能够担当这次的推广大使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进步 然后符合这个主题 我们是少年 然后也能跟他们一起努力 作为他们的大哥哥 给他们一个榜样 主要是因为你们强 今天我们累了几条 第一条就是体力非常强 在工作上体力就很强 有一次我看到有个粉丝送机的照片 是12点过很晚很晚了 那个时候你们应该非常累吧 对 那次因为飞机延误了 所以就很晚才起飞 第二天好像是王宇儿还要上课 上课 有没有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辛苦啊 当时其实特别逗 就是课间的时候 然后我们全班就做操了 然后我就在教室睡着了 那次我好像明天也要上课 第二天的时候是二位的状态 我是请了班军的家 我那次是跟他们回到重庆 然后因为当时没有从湖南去 我们直接回北京的飞机 就是先去重庆待了一天 然后再回个北京 是已经暑假了 各位的通告会不会很满了 活动很多 看今天上午我们一个女编导 特别心疼告诉我 她们三个来了 但是看起来好憔悴 对 因为我们昨天就才训练嘛 然后上的那个心铁课 说多了都是累 下半节课王宇儿就逃了 然后我先洗在那里 因为她走了嘛 然后我跟王源两个人 就在下半节课 特别痛苦被老师折磨 本来三个人 就是她可以看到这个人 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放松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人 她就让我们就互相监督 然后老师在旁边看我 我有看过那个十年宣传片 你在里面就压人呆 我哭得那个伤心啊 没有 这一次的更惨 这次我停住 我还没有哭 这次 没有 差一点点 跳舞上 你们三个现在是分开训练 还是说三个一起训练 教舞的时候 是我们两个 就是一起在重庆那里 教了一部分 到北京就大家一起练 因为我之前看到 王源的微博上有说 自己曾经被单拎出来跳舞 那现在还会有这样 单拎出来被跳舞吗 会 对她的舞技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 舞技就是长了好多好多 她比上一次寒假练的 就是那两转断去进步 特别大 然后就是会主动去练舞 然后向我们就是请教这些 开心吗 我们开心 听到她 你听到她们说话 是不是觉得特别有 暗赏 我相信着你的手 陪我再往下走 你被冲卸下所有的防备 等我到天空自由飞 用力陪我不会累 还有梦一起去追 花开总会有枯萎 但信仰不会后悔 感谢你日日夜夜的守卫 我可以为你平凡 我觉得你们工作上面 真的还是很辛苦 体力很足 除此之外 在玩上面 体力也非常足 我有听说 说大半夜的千玺 拉着王人 起来打游戏 是不是这回事 对对对 晚上就是在酒店睡觉 然后我睡着了 很晚很晚 凌晨三四点了 她跑过来把我给弄醒 然后说 起来我们来玩MBA 本来我都睡着了 然后游戏千玺 也可以自己玩 然后玩 起来起来起来 连击连击连击 我真的当时我就疯了 那那个时候 小凯在干嘛 她在睡觉 为什么你不拉小凯 就刚跟小凯打完 然后小凯就睡着了 然后就是想找点心理安慰 就找王人去打 其实我觉得你们在 这个工作上面 和在学生的那个玩耍当中 都还挺有体力的 原因在什么呢 少年墙 牛奶喝得多 这样了 平时喝多少 平时啊 一天两 连一天两合 你说你想长高 现在效果怎么样 你的身高有变吗 没有 其实她也在长高 我也在长 所以差距还是这么多 没有啊 差距明显变大了 有吗 但你这么想长高 我感觉你觉得自己 也还挺有成效的 今天就要印证一下 我们呢有一个亮的 可以亮腿长的 试一下怎么样 有腿有自己 好 来 来 你是94位 但是你们组里面 我听说那个长腿哥哥是 王俊凯 对 我腿长 上次量一位的时候 102 102 我97 你95啊 97 那可能是她练错了 如果你是97嘛 来一个比较闲腿长的姿势怎么样 牛奶喝得多真的身体很好 各位让自己体力变得非常好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你们读书也很强 学吧 凯吧 小凯现在刚刚中考完 很多人都是在脑补你中考的 考场的画面 他们有想问同桌旁边的那个 是女生还是男生啊 是我们班的 女生还是男生 跟女的 网上的朋友就说 如果说有人看你的话 你一定会 然后 蓝眼地看他一眼 然后说 老师 他做B 这是什么 如果别人眼中看到我 我也不会立马发觉是看我的 因为我也在做卷子 我也不知道他在看我 对吧 而且现在还要恭喜一位 人就是你听说 语文考试成了第一名 对真的 我语文考试考了全班第一 说一下心理感受 我觉得特别高兴 是人家的2B牵笔都出错了吗 没有是 是老师改卷好吗 不是2B牵笔的改卷 是写字的改卷 2B牵笔是普吉多卡的东西 对 就是写的改卷 然后当初考得特别好 就错了2分 那你语文成竟然这么好 那就用你很好的语文水平 来夸夸我 好不好 我觉得 我语文不好 不好不好 好 四叶草们 他们真的好坏 宣传推广大使 主要要做些什么 是干什么的 不就是宣传和推广吗 他真的比我聪明太多了 读书强 学习强 然后工作 体力也很强 除此之外 我觉得你们实力真的也很强 演戏方面 三位都有尝试 一个是我还没想到 TF少年狗里面 也挺有不错的表现的 各自觉得 对演戏怎么感觉 就觉得很好玩 因为之前千禧 有说在外门小道里面 她看到自己 镜头的表现 有点不习惯 我觉得是当时我演的时候 是我一个人 但是看的时候是 还有其他的演员 就那些演员都特别逗 就那种 然后一到我之后 就疼疼的冷那种 我觉得就反差太大 快稳的时候 我妈在外面看 然后就我一个人 在卧室里面看 就我不敢跟别人一起看 我的节目 王友人呢 我觉得其实还好 对 你还挺有自信的 反正就豁出去了 你觉得你们两个实演的好点 因为你会在一个平台上面有演出 我觉得 对 这是他们跟我 开玩笑的 你觉得优势是什么 你觉得优势是什么 就是 活得出去 什么 造谣 绝对的造谣啊 这个风力好强劲 我妈死了小火车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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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 都很亲切 然后很光环 很有架子 很高人的那种 就很平易近人 难把你就直接说吧 对 一样的 又会跳舞又会唱歌 现在而且有这么多的粉丝在那里 你们又觉得 离你们心中的偶像还远了吗 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想把吉他练好 然后演戏这方面 其实比较差吧 或者唱歌 还是要跟这两位一起学习 这样的偶像团体 有这么多的粉丝 你们知道今天来了多少粉丝 有多少可能要 你知道他们把我们的这个 整个那个入口 又有花篮 又像是红地毯一样 特别的漂亮 这次活动是你们组织的吗 那个粉丝方面的是我们组织的 花篮有我们的 然后有那个天涯姐姐的 然后里边气球 应该是天涯姐姐他们弄的 筹备这个筹备了多久 我们是从两天之前开始筹备的 那其实这次的这些花篮啊 还有气球这些 她的费用是从哪个地方 都是我们会员会自己 就是筹集的那种 就是自愿的嘛 看那个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然后就入坑了 觉得这俩小孩挺萌的 她们真的真的好费心好费心 会不会挺感动的 她们也为我们默默付出的特别多 所以特别想感谢她们 但我之前有看到微博上面有说 请不要送贵重礼物 你们说我最贵重的礼物是什么 篮球 你不是那个书包吗那个 我说是篮球 我还没说完篮球鞋 我那时候还说了两个字 你就把话筒移开了 没有 我相信 我好像是出来 我是最贵重的礼物 应该是一副耳机吧 一次他们送的那个 陈志龙的那个GD的那个戒指 然后上来还刻了 陈志龙的鲜迷 不是那个是 喜欢吗 我特别喜欢那个 最感动的是什么礼物 最感动的礼物 有一个GD2009年 代言过的一个饮料罐子 就是到现在已经绝拔了 有个人送了我 一箱周杰人的专辑 我就是很感动 篮球鞋 我真的觉得粉丝对你们很用心 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镜头跟粉丝说的 谢谢大家的 就是世界少的支持 然后我们也会就继续 努力的练习 然后想出更多的单曲 然后让大家不会让大家失望 就希望大家就帮我们 度过每一个十年 客宿企业 我们下naldo 我们下定月 復养 我们下定月